一只旅一件衣服的旅程 带您看见华丽衣裳背后的代价 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像这样子的 纺织成衣加工厂 来到这样的工厂里头 这种环境当中 第一个会觉得不舒服的是你的鼻子 因为空气中是充满着棉絮 像这样子的棉花 是成衣生产的过程当中 最为重要的原料之一 因此纺织成衣加工厂 一定是充满棉絮 让你想要戴上口罩 第二个会觉得不舒服的是 你的耳朵 因为不管是车衣服的机器 或者是纺织机 轰隆隆的声音 所发出来的噪音 早就超过耳朵所能忍受的范围 因此你应该要戴上的是耳塞 来保护你的耳朵 不要受到伤害 而第三个会觉得不舒服的 则是你的皮肤 因为制作衣服的原料 多多少少都有化学物质 你应该要戴上的是手套 来保护皮肤的安全 凡此种种看起来很基础 很简单 甚至于也相当相当便宜的安全设施 在孟加拉的成衣工厂里 却是负之确辱的 更别说还有它 染剂 因为呢 衣服在染整的过程当中 染剂是充满了化学物质 重金属 还有各种塑化剂 长期的浸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对身体的伤害是不言可遇的 因此每当我们买了一件快时尚的衣服 我们穿的时候觉得名牌潮流 甚至觉得走路有风 可曾听下来想过 这件衣服的背后 是许多工人夜以继日的 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之中 才能制作出来 今天的专题报道 我们要继续走进孟加拉的工厂里头 看看工人们的作业环境 也看到整个南亚国家 纺织产业的困境 这个我们是染料归类 孟加拉纺织厂这间小小的染料房 买满染剂 工人调配时 自身农业的化学药剂味道 风风很差 化学还有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就弥漫了空气里面 那工友他们可能一天 需要工作12 14个小时 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染布过程 我们发现徒手接触染剂的工人 比比皆是 工人完全都没有 任何的防护所 手套也没有 面镜 口罩什么都没有 就是直接双手 赤裸裸的就是在搬动 在倒那些药剂 孟加拉的教育程度低落 大多数工人根本不了解 每天碰触的化学染剂 可能含有重金属和塑化剂 染剂里面所使用的化学品 像是人积分这种 它属于是环境荷尔蒙 持续的接触 即使是微量的接触 都有可能会提高你 罹患不同疾病的风险 孟加拉工人在染布时 必须添加化学染剂 和一些工业盐 在过程当中会飘散出一些 化学药剂的致敌味道 因此对他们健康 会有危害 采访期间我们感到眼睛鼻子和喉咙骚痒 透过镜头捕捉下纺织场内 棉续和粉尘弥漫的冰山一角 他们要裁切那个布料 所以会有很多细小的棉续 会在工厂里面飘 那因为厂方 他也不是很注重工人的健康安全 他们不提供口罩 那有些工友他们表示 他们工作一段时间 其实还挺不舒服的 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 目前仿制机正在运作 不过机器运转的声音非常地大 至少超过了100分贝 不过这里的工人必须躺起在这边 忍受噪音工作 只有看过两位工人 他们有带额塞 其他工人几乎都是没有 仿尺工人的健康受威胁 而成衣加工厂的工人 虽然不用忍受噪音或是碰触染剂 但职场环境仍不理想 国际劳工组织调查发现 75%的成衣厂工人 进入职场后健康加速恶化 主要原因是通风和照明不佳 缺乏厕所 饮水设备不足 火灾风险高和工厂漏电 有一些机器然后有废水 那种有化学药剂的废水在地上 积着那有工有之间就因为漏电的事情 而就是一功亡了这样子 孟加拉劳工是全球生产链下的牺牲者 健康危害如影随形 当他们下班离开化学和空气污染的工厂 但置身的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栏钢 研究调查 孟加拉打卡的PM2.5污染程度 排名全球前三名 对于孟加拉人来说 填饱肚子比健康更重要 他们没有余力 争取地球公民应该享有的生存环境 这起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崩塌前就被人发现 大楼出现明显裂缝 因而一度停工 但厂方威胁工人不复工就不发心 于是酿成孟加拉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公安事故 从那次Rona Plaza倒塌世界以后 几乎所有的欧洲客人 尤其他们就再也不敢把订单下到那种 是高楼的建筑的工厂 他就会上你一定有平地的 就是有安全的逃生方法的地方 孟加拉是一间传统的纺织工厂 因为启用了18年 墙壁出现了很多裂缝 业者担心工人出现公安意外 因此在隔壁的这栋空地 新建了一栋钢筋水泥的大楼 更坚固 在一年后工人跟机械全部移到这里来 我们只盖了六周 我们基础有打下去十层楼的基础 地震什么这没问题的 前车之鉴 让孟加拉工厂的建筑和消防安全受到重视 他这个所有的管路都有管路 我们一遇到什么 他会自己会碰 像上面那个就自动喷水了 外国客户的要求这个防火设备非常严 甚至防火系统要求的非常严 倒塌和火井意外 孟加拉工人生命的利己危害有了保障 只不过无形的健康危害 国外媒体很少报道 无力为自己发声的工人们 健康权益就这样被雇主漠视了 这是时尚光环背后消费者看不到的人命资助